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活用 不能死穴 死穴最后就落到自己的死穴里面去了 不动了 为什么 卡住了 所以待人处事 应对进退 这就是你的学习中的一个表象 你如果一个人 你是很无感 你走到哪里 人家都不太喜欢你 你要不要去想想看你自己 你要去想看你自己的 是不是你的谈吐 举止 各方面 你要自我加强 你真的要去想一想 这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走到哪里都是如沐春风 那你还告诉自己 要小心 好运终究会过的 所以在这个如沐春风的时候要把握当下 创造更大的这个价值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如沐春风 你要想想 怎么最近没有如沐春风了 是不是 这就是看你自己是不是全自动 就这么简单 否则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 静悄悄就被取代 真的这样 静悄悄就被取代 你一不注意 这世界就变了 那你需要跟人家斗心机呢 还是斗智呢 是不是 应该是正面性的成长 不用斗 你原来就有这程度 别人就自探不如 是不是 你就跟那个马斯克一样 是不是 他想的东西 别人想不出来 你想的东西 你同时想不出来 你就赢了 老板一定欺踪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发现你现在 比以前时代 更容易飞黄腾达 有没有觉得 有 你千万要觉得 机会 资讯 各种data都在你身边 要什么有什么 就怕你不拿 你说data怎么拿 实修实练超级生理码系统 你就拿到空气中的data 一个data 让你就是 精神吃不完了 你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也许 你没有拿到你 那时候你会说真的吗 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 哎呀 没有那么遥远 现在的这世界 很快速的你知道 第一下就进步了 第一下就进步了 但是不进步的人他永远说 我不会 有意思是这句话 我没学过 我不是科班出身 都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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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最后 只有可怜两个字 所以在人际中啊 人际关系中 它就是像镜子一样 你每一天你出去 跟同事之间的互动 你就可以从他 他们跟你的互动中 去更正 调整 进步 你的这个input 对不对 他跟你的互动中 那是output 对不对 feedback回来 是不是很有趣 很有趣 然后你每天都在实验中 多好 当然好 所以 血海无牙 以前觉得 有太多东西要学 但现在有太多工具 让你学的速度 更加快速 所以 抓住方向 稳住脚步啊 一步一步往前走 速度进步之快 你都很难想象 怎么会进步这么快 一年之间 就不能同日而云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